天成四空定之非想非非想触定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看第四个 非想非非想触定 这个是整个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 四非想非非想触定 为行者舍钱实处之有想 并舍钱无所有处之无想 原念非想非非想之法 具足而安住之 此定成已 诸想不齐 如存不存 若尽非尽 明非想非非想触定 这个定其实是非常矛盾的 它有时候是非想 就是无想 有时候是非非想 非非想就是有想 这个非想 无想指的是什么呢 是前面的无所有触定 是非想 但是它有时候又有想 有想是包括前面的空无边跟实无边都是有想 它的心一下子有想 一下子无想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 这个修行者 它舍离了前面的实处 这是虚空 这个处就是虚空 空无边跟实无边的这种有想 它觉得空跟实的了别活动障碍它的禅定 但是它又觉得无所有处的这个相想就是无想也不好 所以这个有为诸法是长则生宴 那它怎么办呢 它就原念一个相撞 这个也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 这个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的相撞 就在那个地方 住在那里 这个时候诸想不起 想也不生 不想也不生 如存不存 这个心识的活动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若近非近 这个心识的活动 好像断 又好像没有断 明飞响飞飞响触定 这个飞响飞飞响触定 它的心识几乎是停止了 它前六识几乎是停止的 表示说还是在活动 在为识学上说 这个入飞响飞飞响触定的人 就好像是一个威系的流水 你眼睛看没有流动 但是你丢个稻草 你看这个稻草是轻微的活动 就是这个飞响飞飞响触定 它能够入八万大节